請啟動 睽違兩年 2022台灣國際藍展 終於再次亮相 五顏六色珍奇豆艷 彷彿走入蘭花仙境 台灣國際藍展 今年也首度設置 實體數位 雙軌並行 我們也跟了16個國家 的一些買主來做貿易洽談 我們希望整個 雖然受疫情影響 那我們外銷是不減的 我們希望在後疫情時代 我們能夠繼續加大 擴大我們的整個 蘭花的外銷出口量 不管是在線上 或實地的這樣一個參展 能夠再增加整個業績 要讓國外買主 勝利其境 突破時空 區域限制 才能 創造商機 在歷史中 台灣蘭花外銷的金額 去年創下了歷史新高 達到了58億元 比前一年度 成長了超過10% 台南更是生產重症 全世界每六株蘭花 就有一株產自台南 為了推升產值 今年以奇幻世界為主題 展出20萬株蘭花 800種以上品種 只是偏偏開展之前 本土疫情又來久職 現場的防疫跟實聯制 都非常的嚴格 堪比這個維安等級 中央如果要限制 室內外的溶流人數 我們會跟著 這個中央的腳步 但是我們雖然面對 隔壁縣市有這個 疫情群聚的現象 我們也非常非常的小心 畢竟要走向經濟防疫的目標 與病毒共存 很難降低疫情再起的 不受威脅 歡迎新聞陳言為劉沛婷 台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歡迎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機械掌握全球時事根最新驅使